好,我们今次讲到这个一至六刃 也是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明白以后 我们首先第一刃,我们一起读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刃中第一刃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 李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 并有冠冕,自及他便出来,胜利有胜 这个李来,大家发现第二刃 又有个李来,不过没有弄红的 第二刃那里,看见到吗? 第二刃 第三刃,第二刃,看见到李来 然后第四刃,第二刃又是李来 即是说,一二三四刃 当他叫马出来的时候,李来 他便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吩咐他出来 而我们就,其实对于第一刃有两种看法 一个就是基督,一个是敌基督 而多数倾向于觉得他是敌基督 原因是因为四活物会吩咐他出来 因为基督令到这七印开出来的 所以应该是不包括基督 还有那种方式,你来 即是不会对基督说你来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对他非常专敬 即是说到他受一切的敬拜,赞美,荣耀 所以是不会应该叫基督你来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就是他跟下面的比较 虽然他有很多冠冕 他拿着这个功,圣礼又圣 但跟下面比较,说到基督出现的时候 是很清楚说明他是基督的 即是在后面,在启示录 其他部分说到基督出现 有些是说他坐在云上,或者站在白马上 都是形容他是基督很清楚的 在启示录十九章就说到 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 眼睛如火焰,戴着很多冠冕 穿着似尿血的衣服,他名称为神之道 有利劍在他口中出来,击败列国 他是曼王之王,曼子之主 所以很明显基督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第一印 是非常之很肯定的就是敌基督 我想说,对于解释启示录 我们需要一个心态 肯定的,我们就说肯定 不肯定,我们就说不肯定 那你说问我,第一印是敌基督的 我的肯定性有多少呢? 我会说99% 因为不是100%肯定 是应该99% 因为看上来的形容不是基督 看上来的理来应该不是基督 但我依然不会说100%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诗经的那个小心 就是说,他里面是没有清楚说到敌基督 或者是他的质数出来的 他没有清楚说到他的质数出来 所以我依然保持99%肯定 那这种心态有些人就很反对的 他说,怎么可以不肯定的? 那我想说就是这样的 圣经没有肯定 我们说了肯定可以错的 这个就是我们诗经很重要 一定要保持中立 而这里我都是说大部分的可能性是敌基督 从下文也是相配合的 不过你问我是不是绝对呢? 我不是绝对 有些经文是很绝对的 比如启示律19章 那是否基督是绝对肯定的 非常肯定的 所以这个就是敌基督出现 所以七印的开始 应该敌基督是出来,胜利又胜利 而敌基督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方法 去寻找 那我就会说用 贴沙尼加后书第二章是最清楚的 他是受人敬拜 超过一切受人敬拜的 他将自己高台超过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 这个就是敌基督很清楚的迹象 但是有些人就会用 罪业引尽永逸 就说到他来 就会被杀 然后就有一黄的门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 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是说到基督的 那说到基督呢 接着就有一黄的门 一黄的门 那谁是主位呢? 你说一句话是黄还是门? 一黄的门 是门,不是黄 一黄只是形容而已 形容那个门 所以那个他 上文就是基督 因为他跟着那个他 他就会与很多人建立闻药 我再说一次 就是说基督要来 然后就有一黄的门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冲活 争战的事已经定了 就是一直打仗到底 然后就说到 他必与许多人建立闻药 在一七之半 然后就说到一七之半 他就会废掉这个宪制 如果大家有读过这个经文 你会记得 然后就说到 有行为坏可憎的狸狸 必如非而来 就说到敌基督的出现了 就是下文才当敌基督 所以这个他 就应该不是敌基督 但你问我是不是绝对肯定呢? 我又说 99% 为什么99%? 他会不会说到 这个一黄的门来的时候 是说到这种势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就很大可能性 他是说到上文的基督 但是有些人就说 就是说这个人就与 建立闻药 与很多人建立闻药 他们就认为是敌基督 建立闻药 但是看上文 应该是基督 和很多人建立闻药 那是什么闻药呢? 在原文的翻译 在原文的翻译是 应该是新约 这个解释就完全不同了 一七之半 他很多人建立新约 为什么一七之半 他要停止宪制呢? 其实这个意思是因为 在耶稣来了之后 根本的宪制已经没有意思 完全是没有作用的 不需要再宪制了 所以宪制已经成为过去 所以这样的解释的时候 只是说基督来了之后 就是将来会有敌基督来 就并不是有三年半小灾难 三年半大灾难 因为很多人就会这么说的 三年半小灾难 就是敌基督出来 来与很多国家建立盟约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三年半 然后三年半 他就会兴起很强 但这件事是没有肯定的 只是由这个《但严书》第九章 而上文说起基督 突然间砰一声 下文才说敌基督 为什么突然间会提起 突然间会提起敌基督呢? 大家拿不到我的意思 上文说起基督 下文才说敌基督 中间的他应该是说基督 就不是说敌基督的 我依然不会说一百分之一百肯定 因为中间他说了一黄的文 但那个主位是文 那我会不会说这个黄呢? 就是我有少少的不肯定 但我就会说用这个经文 我不能够肯定说一定有三年半小灾难 敌基督就和很多人建立盟约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教导? 很常见的 有人问我中东这个和平的协议 这个教皇和很多人立这个协议 是不是就是三年半的开始? 就是七年大灾难开始 有很多人这样说 我就告诉你不肯定 如果你问我敌基督出现 我一定是说他是被很多人高举 他被人敬拜 超过一切受人敬拜 就是这个就是从诗经要清楚 经文肯定的意思 我才会下判语 有些人说那你就会迟了 我会说你比头那样东西 不是圣经讲 你可能你说的是错的 如果神要我们明白 他会清楚给我们知道 所以我不觉得是会错失了这件事 因为敌基督出现 我们是非常肯定的 OK 而我觉得那些和平条约 是不是一定是敌基督做的呢 中东那些协议 是不是就是其中一个敌基督呢 真的我觉得没有证据显示是的 所以我不会这样随意 就说谁是敌基督的 好 所以这个敌基督将来出现 是将来我们可以看到他 他会得胜又得胜 这个其中一个诅经文 他一得胜又得胜 还有他会被人高举超过一切受人敬拜 这个是第一印 好了第二印 我们一起读一下 6章3节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 有权兵吸尿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大刀刺给他 大家留意到一个字很特别的 其实有一个phrase和一个字 比较特别的出现 大刀当然觉得不是好 对不对 但是跟大刀一起有个什么字 刺是谁刺呢 是谁刺给他呢 还有有权兵吸尿那骑马的 这个权兵是谁给的呢 是神这个魔鬼给的呢 我自己看到 我们看得到 其实在启示录很多次 说到敌基督 也是说到这个兽 都是有权兵给他的 所以真正容许 这些所有事发生的 那是神 有些人就会很不明白 为什么神会容许 这这么多灾难发生 这这么不好的事发生 又被释放敌基督 这个原因 圣经是没有清楚说 这是我们去寻找圣经 去找出一些可能的结论 我们要明白 有些经文是清楚的 神爱世人 我肯定的 不用想的 不用推论的 是直接圣经说的 但是有些要推论 为什么要推论呢 到底神在活后的灾难 有什么目的呢 圣经说到 有些人就会拜 受了一块名字母 在生命策上 就会拜受了 受这个受印记 他们将来会放入火湖 然后基督徒 就不可以做买卖了 有很多限制了 我们看到的过程 是基督徒会很困难 但是另一个方面 生命 space 去到这个灾难的时期 我们会呢 想像是如何呢 那些基督徒 不能够终立了 或是就可以 照顾出着耶稣 本来不能买卖 你都是在礼拜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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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祉 所以那时候基督徒如果肯拒绝受受印记 他一定要非常坚定的信仰 他没有坚定的信仰 他不会做到这件事 而且他要冒死的危险 因为周围都有天眼 不是神的天眼 那些街上有天眼照着 可能到时哪个人受了受印记 一照就已经知道了 他是要求神去保护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要坚决做基督徒 是不是要很勇敢 很有信心 真是知道神是得性的 这样的时候 基督徒就会真是磨练出来 就像初期教会是非常强的 反而会达到神一个目的 将真的绵羊属于神的人分得很清 而那些基督徒也会个个都很坚强 为什么很坚强呢 那些人追了 快走去那间谷歌 祈祷神 和我们一起 多谢天父 又没有食物 是不是很坚强 是不是会有很多祈祷 都没有什么细事要做 那时候 你又不用上班了 只有做了一件事 就是祈祷 以靠神去保护 这样的时候 基督徒不再是冷冷散散 软弱的 所以在那时候 反而就会生起一些很强的基督徒 也都是不怕死的基督徒去作见证 去拯救那些未曾受受印记的人 这个我们推论出来的 不过我觉得也挺有可能性 就是神做这些一切的事 让到时分辨到哪些是真的儿女 神的儿女 哪些是假的 哪些只是想拿利益 根本不是真的信主 你听耶稣说的说话 耶稣说什么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要 什么什么 如果你不爱我 圣我一切 就不能做我门徒 哇 现在这个世代 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没有这个心态 但到时真的个个都要 一定要放下世界 真的跟耶稣的 所以这个次字 和有权柄给我们 这些字 你可以在圣经可以记住 哇 原来是耶稣说的事 耶稣说的事 我就不害怕 为什么我不害怕呢 神计划了 我的路是怎样的 神计划了 如果神要用我 我不用怕的 祂一定会保护我 但是也有些基督徒 会被杀 那时候到了 被杀就上天堂了 没所谓的 就是不重要的 未到时候 那我们就靠主得性 也有些基督徒会这样 因为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要讲啟事律和这些一切 因为现在的灾情真的很严重 先看看 美国昨天有多少 是不是四万多 四万多 数目比以前多了一倍 也挺严重的 其实巴西也很严重 总之现在的疫情很严重 对于世界的影响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将来的情况 经济 民心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是末后的一个时候 有些基督徒 稳定知道 一切在神的手中 就会很坚定 但是有些基督徒就说 糟了 糟了 因为这个 最初 可能还未是基督徒使用的 或者你要受了印记 你一受了印记的时候 最初还未是拜兽 但是当他一转了这个晶片的时候 一转了 立即是要变成拜兽的时候 就会很困难 那很多基督徒就会觉得 什么呢 是前途是迷惘 他不知道 但是当我们今天明白 是神给的 这些事神用去发生 我就知道 我靠神 神一定保护我到底 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查考啟示录的原因 我希望大家都是做那些 好站得稳的 我知道神长官一切 每日发生什么事 神会保护我 神会祝福我 我要站稳 我不要给世界影响 现在这个时候也好 困难也好 我都站稳 好 说到这个 还有很多战争 我们有两次世界大战 现在经常有恐怖的活动 但是这个战争和那些有什么分别 大家看到有什么分别 大规模 是的 大规模 如何大规模法 看看经文说什么 最重要 夺去太平 夺去太平 就是take away take away 即是没有太平 即是全世界 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都在打仗 这样的时候很清楚 现在是不是 现在不是 所以夺去太平 还有彼此相杀 很多人在杀人 夺去太平 因为人的愤怒 现在都有彼此相杀 但还没有去到那个程度 现在大刀刺给他 即是这些都是说到非常大规模 整个世界的太平没有了 所以这个明不明显 很明显 所以到这个应验的时候非常明显 好 第三印 一起读一下 6章5节 站在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声墨子 一钱银子买三声大墨 游和酒不喝糟 这就是说要拿着天平 有个黑马 而说到食物贵很多 贵很多都是比例的 这个贵的程度 就是一钱银子一日的公价 就可以买一声物 一个人吃的食量 即是你不可以养其他人 你只能养自己 都不是最严重 因为要受受印记 才买卖更加严重 所以这个印记 这个还未去到最饥荒的时候 还可以买到食物 不过就不可以租他 这是一个开始 现在来说肯定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买东西 并不是难得那么严重 但到时候你的薪金 全部都是要来买东西 很可能在某个时候 马上转了 是基督控制 一定要拜他才可以买卖 这个就是食物的短缺 还有昂贵 好了 第四印一起读 启示录六章七节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做死 陰虎也随着他 有权并志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 杀害地上人 四分之一的人 这个也是很清楚的 世界人口现在差不多七十八亿 中国人口十四亿 七十八亿的四分之一 是十九点五亿 就是比中国人口更加多 五点五亿 整个中国人死了都没有足够 所以是非常明显 这里有两幅图 因为这里讲到有瘟疫 左边就是禽流感 右边是什么呢 就是巴西现在埋葬新冠疫情死亡的人 他们的坟墓是如何排队 现在有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死亡的人数非常多 所以是很多很多 也有些是集体埋葬的 这些是排队的 有些是集体一队 一队都放进去 到时四分之一 大家可否想象 四分之一的人死了 你想想你的大厦 如果四分之一的人死了 香港四分之一的人死了 还可否去埋葬这么多人呢 那不埋葬的人去哪里呢 刚刚有人说要扔下海 扔下海 如果扔下海 海会怎样呢 满了死尸 所以绝对不能扔下海 是可以做的 扔下坑 不过谁去挖坑呢 火化 有没有这么多火呢 有没有这么多燃料呢 如果你不消灭那些尸体 有什么效果呢 瘟疫 但是剩下的人 有没有这个力量呢 还有没有什么经济 那时候还有没有工作呢 都挺难的 死了四分之一的时候 根本整个世界真的乱到不得了 所以这个呢 大家都会很明显很明显 看得到的了 这个情况 那有些人就说 死了死了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更加是 传福音的时候 你说圣经说完的 从来都没试过死这么多人 从来都没试过 各样东西 那么紧要 那些战争全世界 就是当你听完一个国家打仗 跟着第二个国家打仗 你新闻报告有三十个国家打仗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时候已经进入那个阶段 所以我们呢 就是当你开始一个国家打仗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一直加增的时候 真的要告诉别人 圣经讲了 让圣经去看 但是不要到那时候才让他们看 现在开始让他们看 其实我有些文件证明有神 我都可以传给大家 大家可以由印尼传福音的 好了 第五印 启示录六章九节 一起读 见开第五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之道 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结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身流血的冤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于是有白衣示给他们 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 玩要干色片时 等着一同作牧人 和他们的弟兄也让他们被杀 满足了数目 我整幅图 就是以前初期教会的人 很多基督徒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 这里也说到在祭坛底下 这些人被杀 都好像献上一个献祭 是神所阅立的献祭 献到祭坛底下 他就在问神 神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呢 有白衣示给他们 就说你安息片时 等到一起作牧人和他们的弟兄 也都好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即是说 将来这个被杀的数目 都有一个数目 圣经讲到有不同的数目 福音要传遍天下 这个一样 第二 就讲到那些圣徒的祈祷 升到天上 然后就献去坛上 当这个牢满了圣徒的祈祷的时候 即是说有三样东西是满的 圣经讲到 全福音的工作 祈祷 和被杀的人 即是殉道的人 所以我们 起码第一可以做的是 最初那两样 我们全福音 和献上我们的祷告 每天都献上我们的祷告 为了自己和国家 为了不同的人 为了我们想救的人 我们为他祷告 不断赞美神 祷告就不是不断 说来说来同样的东西 主耶稣你有你的奇妙计划 帮我进入你的计划 你愿意这样做 我听你的话 你说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神一定会用你的 即是你祈祷的时候 不要说神 快点搞定那些经济 我好惨 我不行 我还有很多家庭问题 我怎么办 我的情绪问题 当一个人注目在这些时候 他们的祈祷就是很惨的 但当我说 神你要计划 我不用害怕的 我自己对于末日 心态是不害怕的 为什么呢 我只要神掌管 我只要在神的计划就可以了 我希望我们有训练 就是想这个目的 大家都是准备好 并不是害怕我们失去什么 反而我们得去比以前更多 我们得的比以前更多 我们得到神的同在 神的带力 神的祝福 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 做的工作是大很多 你记得上次我们有个姐妹 她就作见证 她在病的时候 她就收到神的声音 跟她说话 就是她在病的时候 反而她得到更多 那我希望 我们将来 就是这个心态 我越听神话 我将来得的越多 好了 接着第六印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印 就是这个 到底是否是末日 六章十二节一起读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无暴 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神聚落于地 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遥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落于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岭海岛都被落于离开本位 地上的君王神载将军富户 壮士和一切围炉的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月里 向山和岩石雪 倒在我们身上罢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寶座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这里所说的是不是末日呢 有多少证据证明末日 我们肯不肯定 我们是否100%肯定 还是90%肯定呢 我们看看内容 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 满月变红 圣经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日头变黑 月亮也不放光 这里就是变红 那到底变红是否不放光呢 就是和马太二十四章那里 是不是一样呢 还是类似呢 其实这里是类似的 变红 满月变红就是类似 日头变黑就是一样 其实你可否想象日头变黑 你出街是黑黑黑的 整个街是黑黑黑的 这个情况是真的 而圣经耶稣说到他回来的时候 他说到那个情况是一下子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些灾难一过去 日头变黑 月亮就不放光 人子的笑头要显在 还有 星神要在天上聚落 然后人子的笑头要显在天上 万族都要哀哭 然后呢 他们就看到人子有大能力 大云荣耀从天降云下来 所以那个经文是 就是说到大灾难过去 这个灾难一过去 就发生这些事了 那到底日头变黑会黑多久呢 会不会黑一年呢 肯定不会黑一年 就是马太福音哥路 他说这个灾难的日子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那看那个经文 似乎就不是一个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第六印 亦都不是一个要等很久才到末日 接着后面那些更加清楚是末日的 日头变黑月亮变红 星神聚落 这个和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的一样 因为马太24章说到耶稣降临 就好像无花果树被大风移动 跌落下未熟的果子 这要加上一些形容 这个形容 就是那棵树一直熟 你被风吹吹吹 然后跌落下未熟 那你可否想象如何 那些星在那天上被你 这边又跌了一块 那边又跌了一块 跌下未熟 现在那些星跌下未熟 不像果子般跌下未熟 星跌下未熟 是会带着什么 知道吗 带着火 因为地球 大家看到那些流星 流星就是那些星 不过那些小的石 入了大气层 因为热力很高 热力很高的时候 它就烧着火 那些流星很小 所以没到大气层 没到地就已经没了 但这些星跌下不太简单 整座东西是 你可否想象 整个太平山在天上 带着火 一声地跌下来 那种的情景 所以非常满日性 好 接着天被来移 好象是书卷被卷了 就好像整个天走了 什么是天走了 现在我们看到天有蓝色 有白云 不过到时都不知道是什么色 我也不知道 是怎样颜色 我们都不知道 总之 你看到天就好像卷起 好像天本来看到这样 忽然间好像拉幕 天一直过去 天都没有了 那种情景就好像 由于耶稣回来 整个天走了 山领海盗都被挪移 离开本位 他们就走了 山领海盗走 这里就没有说失踪 是说走 我们看圣经 就是说 我们不会说 那样还没说就说 他是说走 那我们就说走 就不是说他失踪 但是走是否失踪呢 我不知道 我们只能够明白到是走 十五节 这里下面就很清楚了 地上的君王神载 将军父户壮士 和一切围奴自主的 那这里是不是所有人 在原文是 一切围奴自主的 围奴就是做奴隶的 自主的就是说是自由的 我们都是自由身 有些围奴 为什么会有人围奴呢 被人捉了去做妓女 被人捉了去做强迫她做太太 做家 总之是完全被人控制的 这些人和所有自主的 一切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黄岩石 如你向山黄岩石 雪倒在我们身上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寶寶寶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的愤怒 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说到这个躲避神的面目 我们一起看一看 这张纸上 第七点 出埃及记33章20节 大家一起读吧 神对摩西 这个经文没有说神对摩西 我写了 这个是神对摩西的 又说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 不能存活 这里说到一件事 就是摩西求见神的荣耀 神就很好 摩西真的很得到神的喜悦 神就说 这里山上有个蜡蜴 你在里面 我走的时候 我按住蜡蜴 你就看不到我 我一过了 你就看到我背后 然后跟着说这句 因为你不可以见到我的面 人见到我的面 就要死 好了 就是告诉我一件事 当神出现的时候 人就要死了 或者面对审判了 所以这里说到 躲避导导导者的面目 这个世界还会不会存留呢 是不会 因为他们要面对神的面目 还有羔羊的愤怒 这个就是耶稣回来 有人说耶稣回来 还有大灾难 没有可能 应该是绝对没有可能 因为圣经也说到 他用降临的 他用口中的气灭绝 灭绝基督 还有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也在这里说到 就是说他来到 他愤怒的大日 谁能站得住呢 在 在马太二十四章 就说到 就是万民都哀哭 和那些恶僕 就被惩罚 所以即时是被惩罚的 而敌基督是 在帖撒来的后书里说到 就是被毁灭 和被废掉的 所以耶稣回来 就是神的面目 显露 就是神的荣耀 我们将来看神的荣耀出现 或者基督在魂上 在马上 在天上 我们就知道 是神的面目出现了 神的面目出现 人不能再存活 已经是世界末日 很肯定是世界末日 他就 这个向山 藏在山 山洞到岩石 月里面向山岩石 倒在我身上 我想问你 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山洞 他们全部都捐进去呢 这个经文到底是说 是不是全世界的人 全部都找到山洞 全部都捐进去呢 这个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个寓意来的 就是不会个个都找到山洞 事实上山洞都躲不了 他只是有个寓意 说到人们想逃避 不是个个都真的找到山洞 就捐进去 山洞都没用 因为说到山岭海盗都要逃避 所以在那时候 基本上 他们想逃避 但是逃避不了 可能他旁边的山洞 就捐进去 为什么捐进去山洞 就走了 所以根本就 走不掉 他们就要躲避 寶寶者的面目 就是我们说的 哪个人看到神的面 就要死了 还有羔羊的愤怒 也说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那你说到有多长的时间 大什么 大日 就是神的愤怒那一日 所以这是一日之内发生的事 事实上是一刻 耶稣一出现 你可以想象 一声 其实耶稣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日头变黑 月亮变红 或者没有色 不发光 那些星就掉下来 然后耶稣一降临 一出现的时候 所有人就哀哭了 或者想躲起来 因为神的愤怒的日子到了 没有人能够站得住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经文 是不是很清楚是末日 有没有可能不是末日呢 是没有可能 因为说明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不用很多日 而其他经文告诉我们 马太二十四章 就是耶稣回来就回来 贴上来的后书 他一回来就废掉敌基督 是没有 不是一段时间 基督来到世界上 慢慢征服人的 是不是慢慢征服的 慢着都要看到他哀哭的 所以 我们就知道 这个就是世界末日 有些人说 这么快 但六日就已经是世界末日 到底启示录是什么 启示录就是用不同的角度 说到每日 就好像 日韩上到天上 看到一个异象 这个又说到每日 第二个异象 这个又说到每日 第三个异象又看到到每日 就是这样的眼光看 就不是好像 所以 发生完一个 意思是 有一次 神的忿怒的大日 又未到每日 又有另外 有些事情发生 又未到每日 而是 其实每一次 都是把同一个事件 重复说出来 所以对于 启示录的研究 是非常重要 但因为太多人觉得它是 顺时间次序 所以 他们解错了 启示录 但大家可以回去看 我来说 不是我是权威 圣经是权威 我只是查圣经 我逐个字去看 看到这个 要躲避 做补助者的面目 这个东西 我知道真的 他们要躲避 这个躲避 是不是将来躲避 还是当时躲避 是不是说到将来 是当时 因为 大日 就是那一天 所以 这个肯定 说到耶稣 回来那一天 我会在群组再发出 如果你是未曾入 这个群组 就请你记得 留下一个电话 我就会传给你的 你就可以 收到 我传给你 启示录说到 六次 其实是七次 因为有一次 就是 那一千年的 一千年那里 没有传 因为一千年那里 是有困难的 我到时都会解释 好 有没有问题想问 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 我们要明白 神说什么 不是人说什么 因为 太多 关于末日的 不同的资讯 在网上发出来 而有很多 是没有用圣经去解释的 我都跟那些人说的 因为我跟那些人讨论 我说 你告诉我 我哪里解错经 这个经文 有哪一道 我是解错 我是牵强地把圣经改变 来配合我的意思呢 因为真的在这里说末日 真的不能逃避的 这个的确是说末日 大家可以去思考 因为我们要明白圣经 而为什么这么多 错误的观念 似乎多个正确的观念 似乎多个 因为人是喜欢逃避的 所以当灾难前被提 这个观念一出现 哇 极受欢迎 为什么 很多人就说 哇 可以被提 他们那时候有个观念 你要乖些 你要听话 传多些呼音 那你可以被提 如果你不乖 你就要经过大灾难 所以他都带来一些好处 不过这个不是用神的方法 他会带来一些好处 很多人真的因为这个缘故 很热心的 但这个不是神用的方法 而到末后的日子就更加重要了 因为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可以 现在都有人在等着 等着随时被提 那他不是被提 就是当他发觉要面对大灾难的时候 他就会有很多质疑 他会担心 他说是否圣经错了 OK 有没有问题想问 而我重点就是说 我今天所说的最重要就是 神有计划 神有计划在你身上 你是宝贵的 你可以在这个世上发光 你可以影响这个世代 我一起起身祈祷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加力量给我们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掌管一切 圣经讲到末后的灾难 都在你的手中 所有都在你的手中 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主会亲自和我们说话 当受迫迫的时候 神会和我们说话 教我们如何回答 迫迫迫我们的人 神都会带领我们 如何逃避灾难 或者是如何得到食物 或者神都会告诉我 今天我们要殉道 但我说不要紧 那我今晚就会见到你了 在天堂见到你了 求主给我们一个不惧怕死亡的心 不惧怕灾难的心 而我们深信 神一定是一位慈爱的神 在末后的日子 是会将人分开出来 有些是爱主的 有些只是为了自己的 求主加我们的力量 我们靠着耶稣 基督一定得成 而当我们倚靠神 神就欢喜 我们倚靠你 你就欢喜 你就快乐 你就会祝福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在这一阵 求主将你的恩典 你的能力降在我们身上 我们打开心 主啊 我需要你 需要你的动力 需要你的能力 我专心仰望你 我专心倚靠你 神你就欢喜 你就一定回应我的祷告 你一定加力量给我们 我们就能够为你发出光辉 不是要等到大灾难 而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就靠主站立稳 靠主兼顾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 喜欢神的话语 查考神的话语 追求神的话语 决力的跟从神 不是跟从人的教导 是跟从神的教导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主耶稣 改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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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我力量 主耶稣 得圣主 主耶稣 大清 Creator 主耶稣 主耶稣 都大清 道榮 祝耶稣 祝耶稣 祢得胜 主耶稣 祢得胜 祢得胜 主耶稣帮助我们成为得胜的基督徒 靠着耶稣有力量 靠着耶稣胜过一切的惧怕 靠着耶稣跟从圣经 我们跟从圣经 神一定喜悦 神一定欣赏 神一定会陪伴 并且提升我们的生命 不是要有什么特别的恩赐 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或者财富 只要我们听话 神就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神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你寻找人 真是爱你 真是遵从你 跟从你走你的道 求主在这个时候感动 我们有这个心智 主耶稣我们愿意给你使用 有谁愿意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你现在开始多去亲近神得力 多去见证耶稣 告诉人们 这个世界是真的有个尽头 耶稣快要回来 你愿意向神举手 神举我愿意给你使用 耶稣我愿意给你使用 求你使用我 求你加力量给我 求你祝福我生命 求你与我们同在 你开声和神说 神举我需要你 求你加我力量 我需要你 我依靠你 你是王 你是神 你一定加力量给我 你一定喜悦 我们遵从你 你一定喜悦 多谢天父 赞免天父 多谢耶稣 有你真好 我们要坚决跟从耶稣 跟从神的话语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